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坚定表示不受影响 据传杨丽花才刚度过74岁生日 就面临丈夫离世噩耗 可说是一大打击 杨丽花一心一意照顾她和前妻所生的小孩 还曾放下巨星地位到夏威夷陪赌 连房产都过呼到儿子名下 杨丽花曾说 目前我是大众情人 幕后我永远只做红文洞一个人的情人 两人的好感情 被视为演艺圈 与政坛金童玉女 红文洞本身是富二代 父亲是新光集团大股东红万传 而她也当过股客名医和二届立委 推估家产有数十亿 不过却爆出 她家产没分给妻子 让竭离多年的杨丽花心寒 当时一度分居闹婚变 对于此传闻 杨丽花相当生气 和丈夫联合发声明驳斥 表示三十年来一直很恩爱 否认分居离婚 及争家产 宽姐邱离宽也帮澄清 两人感情很好 没财产问题 称她不可能为家产闹离婚 不过红文洞真的有在打家产官司 但不是和杨丽花 而是与哥哥洪文良 兄弟戏强多年 数次对不公堂 至今未解 天母豪宅 也荒废二十五年 杨丽花和洪文洞 历经三次婚姻风暴 2009年 洪文洞被执机带淑女逛基隆庙口 她坦荡回应 我又没有怎么样 白天能有什么呢 前年周刊爆料 两人早已经分居 婚变导火线是红已欲先分产 但却没有杨的份 让她彻底心寒 并传出杨丽花找姐妹哭诉 据传 杨丽花认为一生都奉献给红 却落得这种下场 才想为自己讨公道 而红文洞的私生子姨云 认亲官司还在进行 红文洞2018年过世 她生前被男子徐国璋 提起确认亲子关系诉讼 徐坚称是红的私生子 要求任祖归宗 红据作DNA亲自鉴定 但否认徐是她的骨肉 一 二神以红曾支付徐南母了生活费 被徐称 爸爸也没否认等理由 均判徐就是红的亲生儿子 红过世后 由杨丽华等人承受诉讼 提起上诉今被最高法院驳回确定 徐国璋委任律师黄一人得知结果表示 徐国璋目前仍在美国工作 再加上最近疫情的关系 没有回台打算 律师将等收到判决后 再和她讨论决定下一步动作 徐国璋主张 母亲徐英妹 与1956年与红文栋交往 1962年5月17日生下她 红当时有婚姻 后来母亲独自抚养她 直到十岁母亲才告知红是生父 并带她与红相认 会面时也称红爸爸 后来随母亲出国至18岁才回台 期间红陆续支付他们母子学费 购车款、心脏手术费等 共十万美金 红确实有抚养她的事实 红文栋则主张支付的钱 只是帮助好友子女的赠予 并非抚养费 虽红文栋生前巨验DNA 但法官依据红文栋 曾帮徐南缴学费 购物、买车、就医等抚养事实 且红拒绝亲自建定 认定二人有亲自关系 今年五月 杨丽花一席亲自挑选的 下资行头时髦又霸气 爱图陈亚兰透露 为了造型 她可以烧脑一个月 要求完美地坚持 无人能及 但又因压力过大 近日牙银发言 担心表达上不够完美 事先要陈亚兰录下致辞内容 她反复听了三次 情绪激动哭了三次 可说赶出置身 加上今天自觉状态不好 又怕当众哭出来 因此致辞时 她就现场播放陈亚兰的录音 让陈亚兰也吓了一跳 杨丽花表示 打架流传 杨丽花就是歌仔戏 歌仔戏就是杨丽花 坦言真不敢当 其实若无歌仔戏 就无杨丽花 我上欢喜就是能为台湾这块土地 贡献我会的 也将咱老祖先 忠孝结义的智慧传承下去 台银水思源表示 阮老爸在世的时候 教我做人就不贪不娶 才智慧长久 因此他这辈子都是谨守本分 杨丽花在台上一度哽咽 被问到国宝日常 杨丽花也会做一点运动 陈亚兰透露他很爱看剧 也看韩国鱿鱼游戏 接下来就是全新配合纪录片拍摄 被封为世纪初恋的杨丽花 被问到自己初恋 他也妙答是我母亲 原来他从小就看母亲的小生扮相 十分着迷 被问到戏龄超过半世纪的他 喜欢演男爵还是女爵 他也直白地说 觉得女生比较不会演 不自然 擅长的还是男生 很多五十六十岁的人 从小看到大道的歌仔戏天王 杨丽花竟然即将迎接八十岁 让人不敢相信 这样动灵的他到底怎么保养的 据最亲近他的陈亚兰说 杨丽花平常不太讲究 最好的保养竟是放轻松 很多武林六十岁这一代的人 放学后吃了晚餐 就跟着妈妈一起看每天杨丽花 歌仔戏 看到他粉饰少年王爷等俊俏装扮 许多迷子迷妹 明明知道戏里的英俊少年郎 是女扮男装 依然觉得杨丽花就是心目中的初恋 1944年出生的他明年迎接八十岁生日 电视公司和他的得意门生陈亚兰 一起为他制作纪录片 世纪初恋杨丽花 日前他出席纪录片开拍记者会 容光焕发 精神异议 相较两年前 他被国家影视厅中心董事长蓝祖卫 在社群网站晒出的两人的合照 当时网友大赞杨丽花看起来 比六十多岁的董事长年轻有精神 时间过了两年 他外表依然动力 大家都很想知道 他到底如何保养 才能维持这么好的状态 杨丽花的干女儿 也是得意门生陈亚兰说 杨丽花的保养方式 其实就是放轻松 生活就是 EASY每天早上起床就听音乐 过着室外桃源的生活 每一天都让心灵沉淀 除了轻松过生活以外 他也爱吃 养生以食补居多 但是不挑很贵的食材 即使菜肤也吃得很开心 杨丽花看起来浮相 但是体态在七十岁长者一代 相对维持得很好 他也爱食补 但是不会挑贵的食补 菜肤也爱吃 饮食均衡 什么都吃 各种营养都摄取到 林一新说 食物的保养 对外表的维持也很加分 他的生活游渥 没有需要操心的是 对忙碌的现代人来说 太难得 身心灵都健康 真的是最好的保养品 历经近一年多的努力 公事 台视和国家电影 及视听文化中心 以沉浸式展演正式宣告 世纪初恋 杨丽花纪录片开拍 还被封世纪初恋 杨丽花笑喊 很高兴 我很喜欢 听起来很雅 感觉很年轻 好像歌仔戏未来又有希望 而纪录片中也曝光杨丽花年轻时的美照 青色模样相当有初恋感 年近八十岁的杨丽花 当日身穿一席台湾下资品牌服装 亮丽出席记者会 透露因为紧张失眠 造成牙龈发言 还请陈亚兰帮她录制思考 提及初恋 杨阿姨妙回一句话 让现场媒体大为赞赏 也坦言 自己擅长演男生 不会演女生 担心娘娘腔 至于自己的初恋 杨丽花先是害羞 透露自己的偶像 是法国演员亚兰德伦 这也是她帮陈亚兰 取一名的由来 不过随后表示 初恋就是妈妈 因她打从娘胎 就在听歌仔戏 明年杨丽花将迎来八十大寿 首先希望纪录片顺利完成 其他都顺其自然 陈亚兰一旁帮她发声 台湾需要什么 她都会挺身而出 杨丽华在记者会上 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指教 且透露本来已经退休 没有要出来露面 如今受到大家鼓励 才决定走出来 回忆过往 其实年代的台湾 每到傍晚的时刻 吃饭配歌仔戏 使台湾人共同记忆 观众每天准时看歌仔戏 现在电视台变成很多台 环境也不一样 现在歌仔戏 也有不一样的展现与被重视 杨丽花认为 歌仔戏也要求心求变 因此自己也会追剧做功课 平台的戏都会看 陈亚兰透露她还看了韩剧《鱿鱼游戏》 杨丽花则表示 只要有好的剧本 无论是舞台或是电视剧 她都愿意重出江湖 不一定要亲自演出 愿意在背后给歌仔戏强大支持 因为牙银发言 杨丽花请陈亚兰帮忙录制词稿 并且分享给大家 从内台、广播、电视、电影、国家剧院、小巨蛋 我一步一脚印 最坚持的就是咱台湾上本土的文化歌仔戏 因为我初始在台湾 我爱台湾 若无歌仔戏 就无杨丽花 我上欢喜就是能为台湾这块土地 贡献我会的 也将咱老祖先忠孝结义的智慧传承下去 感谢大家看得起我杨丽花 一直给我机会 到我这个年龄还没将我忘记 尤其这次感谢三个单位 一起制作这支纪录片 也找到最坚强的团队 我很期待 也很有信心 歌仔戏是咱台湾人共同的技艺甲骄傲 歌仔戏是我的生命 传承歌仔戏也是我一生的愿望 希望这支纪录片会动给咱子孙 更了解咱台湾上水的文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